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拜託你現在拿起你的手機 或者打開電腦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自己訂了 拜託親朋好友還沒有訂的 幫我們拉拉票 今天還有包括昨天這幾天 看到全球各地的氣象 這些相關的新聞 讓人家真的是心驚膽戰 好幾年前的明天過後的這些場景 真的要發生了嗎 先來看一下 包括紐約的地鐵灌進了大水 因為它受到颶風的侵襲 連格陵蘭他們這個冰原的 原本最頂顛的地方 就從來不會下雨的 史上第一次下了大雨 而且下了70億噸 還有很多地方 其實應該是沙漠的 居然也下雪 下大雪 下了15公分的大雪 地球到底怎麼回事 偉翰 其實這題有點像電影題 我的年紀 觀眾朋友 你跟我差不多還有耀州 要Q到耀州 明天過後 你有沒有看過 水 世界 凱文科斯 那你有沒有看過 龍捲風 你有沒有看過 這三個電影湊在一起演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題目 真的都是電影演的 然後現在都真的發生了 我們先看紐約地鐵 你看紐約地鐵那個畫面 整個水都灌出來 真的很像鄭州之前 這兩天好多人在推特上面 都傳這個影片說 而且你看水在灌的時候 車子還在開有沒有 後來都停止了 因為它會有電路的問題 我先跟大家報告 整個基礎的知識 我搭過紐約地鐵 我剛剛還問耀州 因為我跟著馬英九去美國的時候 我帶記者團 整個總統府的記者團 我帶了地鐵去追他們 因為他們有提供車給我們 紐約地鐵是1904年通車 到現在將近120年 他沒有倫敦地鐵那麼久 但也100多年了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一次的紐約的大雨 它每一小時最多是80毫米 我先跟大家講 納粒颱風的時候在台灣 每一小時都超過100毫米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從那個 他們不只地鐵 整個紐約市也是非常害怕 我們看到下一個影片 他紐約市也是覺得說 遍地都變成了 好像大型的游泳池一樣 來看這邊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任何城市 只要一個小時超過70毫米 以上的話 他基本上就會要淹 即使你有排水系統都一樣 可是美國他其實沒有像 台灣過去這幾年 遇到突然暴雨 一下子就自殺性的豪雨來 他到80毫米就變這樣 我們台灣像納粒還有88風災 都是一個小時超過100毫米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紐約地鐵 它真的比較久了 我們台灣經過納粒以後 我們都會防止水 跑到那個地鐵裡面去 但是紐約地鐵 我剛剛講已經100多年了 整個紐約全部都在水世界裡面 你看大家都是水 地鐵裡面是水 然後道路也是水 我就講了 明天過後你就看到有沒有 還有水世界 就是變成這樣 他說灌進了5萬座 奧運標準池的水量 全部的水灌下來就是會是這樣 他要慢慢等它排掉 現在氣候異常 每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會發生 這就是紐約的水 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狀況 譬如說有下雪的 還有龍捲風 還有格陵欄 我們看一下格陵欄的部分 這些地方應該就是冰蓋的頂部 永遠都不會下雪 也不會下雨 但是在這個地方 居然下起了大量的雨 整個雨量加近有70億噸 所以造成這些雪也融化了 這個其實對整個地球的生態 影響非常大 對 這個是在格陵欄 那它降雨70億噸 所以你看它整個的生態 都完全被破壞了 那它整個地方 它的那個87萬平方公里的部分 全部都會冰蓋 因為它下了雨之後 它還會變成冰 但下雨過程當中 也把冰破壞了 所以整個的這個 包含這你看到都是魚類都 應該都全部都死掉了 所以這個格陵欄的一個意象 剛剛看紐約是下雨 那這邊其實也是大量的雨之後 然後造成了整個冰蓋 所以也造成我們整個地球的環境 都被破壞了 這個是格陵欄 然後另外導播 我們還有什麼畫面 我們繼續來給大家看 包括威尼斯 他們走秀的時候 也出現了冰雹 威尼斯是冰雹 所以他們大品牌 在走秀的時候 這些模特兒就被冰雹一直狂打 連設計師出來也被打 就非常非常意外 這個威尼斯的現場 你可以看到後面 他其實是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舞台 等一下導播會拍到 有沒有 那這些人都穿得很漂亮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那個 就是時尚的這個設計秀 那冰雹台灣其實也發生過 他只要那個突然很熱的時候 然後突然要降雨的時候 他就會造成冰雹了 所以你看他們也沒看過 所以趕快把傘撐開來 因為打到身上是會痛的 有沒有 你看後面有個舞台有沒有 所以這個威尼斯 他出現的這個冰雹 也過去通常都沒有看過的 現在都已經是出現很奇怪的意象了 到處都有這樣子的情況 另外還有包括說 全世界號稱這個地方 智利的阿塔加馬沙漠 這個地方大家比較不是那麼熟悉 但是它是全世界 全地球最乾燥的沙漠 它其實原本長這樣 右邊是本來的樣子 原本的樣貌 但是它突然降下了最大的降雪 整個被冰封 而且它雪的厚度 是高達15公分 如果我們有畫面可以看一下 當地的民眾 其實心情真的很開心 因為很多人說一輩子 沒有看過這麼多的雪 可是對我們來講 是很大的警訊 對 所以其實世界上的氣候的異常 30年都沒有這樣子 突然你看它下這麼大的雪 而且還下這麼厚 因為它是最乾燥的沙漠 所以它其實連雨 基本上都很少下了 就是它現在居然下雪 下了整個智利的阿塔加馬沙漠 全部都被冰給蓋住了 我就想到前幾年 我們台北也曾經下過雪 楊明山周邊也都下雪 那當然後來就沒有了 或者這個氣候的異常 到處都是下雪下雨 然後變得整個地方都 完全跟以前不一樣了 包括說這個在我們的對岸 包括陝西 重慶 四川 洛陽 也都出現很嚴重的災情 在八月的二十八號到二十九號 其實不只之前的廣州的這個狀況 也讓大家非常的憂心 大陸的情況 其實它的地點很多 剛剛藥州也跟大家說了 陝西 重慶 四川 洛陽 它到處都是好雨 那它雨一大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已經蓋住了 那因為現在氣候異常的關係 它每次雨一來的時候 你包含它路邊的整個地基 你看這個畫面 它雨水一沖刷 整個河水一過來以後 它整個地基都垮掉了 但是這個畫面其實說實在的 因為全世界各地 我們台灣也有 其實這畫面你不是說 我還以為是前陣子 我們在高雄的 納馬下鄉的狀況 因為其實各地都差不多上演 很類似的場景 對 所以我就說氣候異常 其實會造成很多的一些問題 導播看剛剛那個畫面有沒有 它就整個陸基 就整個都倒下來了 所以如果你正在行走的時候 尤其像洛陽 也有一個非常驚悚的畫面 整個是塌下來的狀況 就像偉翰剛剛講的 整個陸基是塌塌下來 我們如果可以看到那個地方 整個 看起來像山壁 有一條路就整個塌塌下來 整個過程也讓人家覺得 是觸目驚心 我們現在一邊講 導播有點放來不及 來 這個地方 這應該在洛陽對不對 對 這是洛陽 你看 它原本是一條路 然後因為這個畫面 導播等一下放第二次 你看 這本來是一條路 然後突然就整個崩下來 所以如果你當時 車子正在開的時候 你會跟著那個路 一起塌到河裡面去 所以其實如果你現在看到下大雨 其實今天下午台北市 也是蹦了一聲突然要下 沒有下 如果你突然發現 有很大的雨的時候 其實你的路上 一定要特別小心 尤其在河邊 或者是像橋 都有可能會因為 突然的大雨 讓這個河床 整個都水位滿上來以後 都會產生危險 氣候意象 我們剛剛像一輪 從紐約到智利 然後到這個威尼斯 他到處的這個異常 下雪 下冰雹 然後大雨 大家要特別注意 地球已經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了 印度神童在過去幾個月 也告訴大家 這個全球的疫情 其實他幾乎每一個月 或每隔兩三個月 就會告訴大家 接下來在某個地方 可能又會出現天災或者人物 但是今天他非常特別 在今年第一次 他跟全世界來報喜訊 他的說法是說 在11月21號之後 全球將會脫離最壞的狀況 12月開始經濟復甦 各地就會好轉 今年等到現在 已經到9月了 第一次聽到我們這個印度的神童 親口 開了親口告訴大家 11月21號之後 整個經濟 還有包括我們的疫情狀況 會越來越好轉 大家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但我很訝異 我很納悶 因為台灣到現在疫苗 都狀況還不是很好 如果當全世界都慢慢正常之後 台灣跟得上這一個節奏嗎 這個是我最大的疑慮 當然印度神童之前 有包括2019年的時候 最經典的他告訴大家 全世界會爆發傳染病 後來就出現了肺炎 6月20號 今年的6月20號 他也告訴大家 他點名了歐洲 印度 美國 跟日本會發生大事 所以後來在6月24號的時候 美國就有大樓坍塌 98個人死亡 日本土石流18個人死亡 印度就爆發了Delta的病毒 後來再一次告訴大家 7月中後 木星逆轉之後會有更大的災難 7月17號的時候 鄭州就發生了水災 後來統計有300多個人死亡 7月28號的時候 土耳其大火6天燒了35個省份 法國跟荷蘭政府 他認為說他們自己防疫 也出現了漏洞 賓哥怎麼看 這個東西就要看你對他的 相信度有多高 他過去雖然看起來好像命中了 預測到不少多的大事情 可是如果我們套一句李秉穎 我們這個國際效品 李秉穎的講法的話 這些也都跟背景值差不多 除了這個新冠肺炎疫情之外 其實全世界各地 每天都有發生一些不同的災難 如果你相信的話 那就要小心了 大家不要忘記 之前這位印度神童 在預測的時候 是說台灣是要出現大災難 要小心的 他之前曾經有提到過台灣 所以我們自己最好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無 其實如果說疫情死了 這麼幾百人 然後打疫苗也死了數百人 算不算是一種天帶的災難 當然算 其實數百人 對一個沉平時期的地區來講 已經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一個損失了 當然是這樣子 而且老實講 疫情現在還沒完 今天又有Delta 病毒可能又入侵了 到底會怎麼樣沒有人知道 所以在疫情沒有完全解除之前 我們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可是他說11月21號之後緩解 可以慢慢慢慢恢復榮景 我們當然希望是這樣 可是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過去這個印度神童 一直叫大家幹嘛 不要打疫苗 就完全自然要完 就放棄抵抗這樣子 然後自然就會好 我是覺得這個有點恐怖 就是也許你相信他的預測 但是恐怕不要去信任他的方法 因為他的方法是有危險的 可是他說11月21號之後 會不會有轉機 其實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看起來 這幾天傳出來 都是很不幸的一些消息 甚至大家告訴我們說 以色列也好 美國也好 你打了兩劑一樣重人一大堆 甚至打第三劑有人都認為可能不夠 所以現在有些國家 你在研究第四劑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連第四劑都要去研究的話 那這個疫情是沒完沒了 綿綿無際到天邊嗎 但是現在其實也是有好消息出來 第一個其實從去年開始 就有人在研究什麼 噴霧式的疫苗 就以後不用這麼痛苦了 直接噴霧一噴就好 就可以保護你 可能保護的效期沒有那麼長 但是至少比較方便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疫苗打下去 你要兩週之後才開始產生保護力 那現在這種據說是加強版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 現在很多大藥廠國際 包括羅斯 包括輝瑞 他們都在研究就是解藥 新冠肺炎的直接解藥 現在已經進入了臨床階段 因為目前為止 我們國際組織認可了 只有一個瑞德西維 那這個瑞德西維它是對重症 這些有相當的一些療效 但是並不能完全控制住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效 不過現在也出現了新的病毒 叫做什麼μ 是怎麼叫μ嗎 所以那個英文字母 好像用到已經用掉了一半 現在大家很擔心說 真的有可能11月21號 整個世界就會變得越來越好嗎 我看你怎麼看這次 其實我覺得印度神童阿蘭德 我有常常在看他做一些預言 他敢做這麼明確的預言 而且他常常發布預言 他應該是可能有什麼感應 我們真的有時候世界意象 你沒有你就說別人一定怎麼樣 但是當然他的預言 不是每個都準 我試圖從醫學跟科學 要跟大家說明 他說年底之後 可能是會恢復正常對不對 我先問大家 以往我們每年流感有沒有人 因為這樣得病以後不幸往生 流感年紀大一點的長輩 其實是有的 但我們會不會恐慌 不會 我們現在全世界比較先進 或者是國力強的國家像美國 像比較大的國家 甚至像以色列 疫苗打到第二劑 第三劑 新加坡也是 等到今年年底 可能那個能夠施打疫苗的人 到一定的程度了 第二個 沒有疫苗打的人 他被感染以後 也開始慢慢出現抗體了 然後第三個 我們現在只要討論的 世界各大藥廠 像羅氏藥廠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解藥 我們得到流感的時候 會很不舒服 吃什麼 客流感 所以未來COVID-19 如果有那種 可以降低你舒緩狀況的時候 他不會消失 可是大家可能就會降低 就是年底以後 怎麼叫恢復正常 就你不再那麼害怕 這個COVID-19 你可能身邊的人 包括你自己 有可能會得到這個事情 像流感 我們也都不想得流感 但得到流感 不會覺得完蛋了 我就沒有明天了 你可以被治療 你可以活下來 你不會是重症 大家就會對這個事情 有所紓解 他所講的狀況 可能就會發生 就是大家就恢復正常了 因為我們還是相信會有人 確診新冠肺炎 但是頭痛 肌肉痠痛 流鼻水 三天 五天以後 就回來上班了 大家就慢慢跟這個病毒共存 與病毒共存 可能是我們全人類 跟COVID-19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你無法消滅他 你要學習怎麼樣跟他共存 當解藥出現的時候 那個解藥就是可以 舒緩你狀況 就像是流感之餘 客流感那樣的狀況的時候 狀況會完全不同 疫苗 群體免疫加上解藥 這三個都到位以後 或許大家就不再害怕COVID-19了 台積在帶台灣要擴展要找土地 可是問題卡了一大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